第二場是四班千二米, 我就追蹤10號金剛石 預期可能會有一點分頭 上場是谷掃千二, 蔡明紹跑 越有的一檔幫他, 都叫追一下, 怎麼跑第五名 未說很好, 也不是, 但證明了他有這樣的能力 其實上季已經證明過有些東西看 季以來都試過跑泥地1650, 巴道跑11檔 沿途外跌, 所以自己大敗 那次又跑泥地一里, 未至於太大證明他跑泥地不行 這次一檔, 會擔心塞車和 kickback的問題 我挺喜歡這隻馬, 最近交了給他們的負鏈 馬鋪中操 這位負鏈大哥也是一個操馬很好的人 最近明顯轉了給他操 我還覺得這隻馬還未交代 有些分頭之下, 贏不到都可以直撥那些冷位 就是這樣 始終我選了這隻1號的船里多彩 其實上場草地就抹了他 前次和大前次, 分別是田太安和王浩南跑那次 是見到隻馬醒了很多回回來的 雖然王浩南那次輸4個多萬位 但田太安追那次, 我也覺得隻馬醒了很多 輸過年身為了 上場草地的谷掃很明顯都是求減分 我自己覺得, 剛剛好可以給他減2分 就是59分 下來四班, 馬上放梁家俊上去 梁家俊和徐爾實今次都有些較瘦的 這隻船里多彩, 上季都證明過泥地很好的馬 減夠分下來四班, 一兩場之內都會搏 5號的營之光, 上次都是很立心出擊 有些分頭的上次12倍 但給一隻怪獸都試就贏了 聽聞, 這次也是很刻意部署跑夜泥的 因為上手馬防火苗里德那時候 是試過贏這個夜泥 上次在這樣的部署, 才跑完一場谷掃 就是衝衝再補夜泥 即是打踏一個安排 今次偷偷說直接攻夜泥 應該是出擊的時間 我自己出擊方面, 就是這三隻馬 10號金剛石, 1號選利多彩 還有5號營之光 如果要兜上冷門些少, 9號的一路順風 近來又表現一般般 今次選擇他, 試試泥閘 即是刻意收賣, 粗了兩個多月 初跑來地, 12檔, 黃俊 雖然苗里德比黃俊的支持 至少只得過跑字 但我覺得這冷門, 和我預計他濕濕濕濕濕濕的泥地 因為我預計他可能會立心放前一點走 像試襲一樣 休息足夠的鋪 希望他前面走, 看看能不能捱到回來 包含這隻第四船 但我自己出擊方面, 就是黃色黑鳴這三隻 那 這個不錯 好嗎 好想 пот